大家好,新年到了 趁这个机会祝福师父 还有呢,大家都能够新年快乐 健康平安,如意吉祥 福慧双征 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 也因为去年的疫情 可能带给大家很多的不方便 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够更进步 然后也能够快乐 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快乐的因呢 其实来自于个人的福报 跟大家的贡业 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疫情 也因为是大家的贡业的原因 如果我们希望世界有所改变的话 就应该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累积一点的善业的话 把它聚合起来 变成是就可以改变这个家庭 改变这个社会 然后甚至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如果真的希望每天都快乐的话 那我们就要从自己去行善开始 只要自己每天行一点善的时候 把它累积起来 然后可以累积更大的善业 也会带给个人 家庭 还有社会更多的快乐 所以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可以每天回三宝 然后每天定下一个小目标 去做一件一件的善业 每天的我们去坚持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慢慢慢慢的 就会累积更多的福报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快乐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从新的一年开始 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的目标 每天去做一件的善业 由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呢 可以改变自己 也可以改变大家 在此呢 再次祝福 大家能够一切顺利 所以最后呢 我们来念诵 二十一遍的度母心咒 然后祈求大家 会向大家 能够呢 健康平安 祝福 好 借此功德呢 回向所有的上师 都能够健康长寿 佛法也能够长久住世 所有的众生呢 都能够尽快的 得到究竟的快乐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